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那么这个罗佩颖他其实跟渔峰交情非常的好 那么在今天呢他也特别谈了这个事情 我们先来听一下 好的主播今天下午罗佩颖出面 针对已是好友渔峰的话题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虽然事情都已经过了将近快要15年 但是罗佩颖会议起这位超级好朋友 还是忍不住哽咽落泪了 我人生的这一辈子 再也不会找到一个像他 跟我怎么相知相惜 我们共同患难过 有革命感情的朋友了 我希望他早日投胎 重新做人 由他的例子在里面看到 各位身为小三的人 你们要好好的省私一下 小三的路很辛苦 回忆起当初跟渔峰的情谊 让一向言论辛辣的罗佩颖 话都快要说不下去 频频停下来擦眼泪 只说已经快要十年都没去目前看渔峰了 至于渔峰的妈妈这两天就打算相约举举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将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好一个影剧版的新闻 竟然又勾起了一段成年的往事 而且看得出来这个罗佩颖 一想起了好友 这个渔峰呢 那么又是非常的伤心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话题 这个远景啊 那么现在其实原来这个收入 是逐年的有提升了 但是呢这个您知道吗 这个很多人都说最讨厌就是被开单 而且常常觉得说好像政府是在抢钱 那对于那些开单的远景 往往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 我们的交通罚款 一年大概贡献出160亿 那么其中说3亿本来是拿出来呢 是奖励开单的警察的 这就引起了外界的一番质疑了 那么交通部就昨天通过了一个草案 预计说6月开始的交通罚款呢 不会再提拨所谓的执法奖励金 那如果你是真的要去奖励 什么开单的远景的话 那你自己要去拨钱出来 而不是要透过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 贡献出来上亿的罚款的金额 好我想一开始是不是请这个 辉文你来谈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利益算是很良善 这个民众真的会拍手叫好 不会因为这个是交通部啊 谢哲刚主任讲交通部 为什么是交通部在处理 因为开单都是警察 警察是警政署 警政署是内政部 所以这个就是多偷马车 无聊的地方在这里 交通部是为了怕被骂 他把那个因为大家知道 很多县市政府 他是把罚单罚还的收入啊 编成预算 税入他就预计说我要开多少钱啊 那怎么办呢 然后就逼着警察局跟交通队说 你这个给我开啊 我懂了 就是你平常在讲什么 业绩对不对 他这个 这个也不能讲业绩 他预算他的税入 他在边缘的税入 就我有一笔钱要进来 譬如说5亿好了 我这个线啊 我今年就得开5亿的罚单出来 那我就要求警察局 跟交通队我管你的 你照相也好 拦截也好 偷拍也好 你就给我开5亿出来 那开了5亿之后呢 里面其实警政署 已经规定10% 好 譬如说 那不能超过你的薪水的 一定的比例 所以那是骗人 我举实例的案例跟大家讲 因为以前的罚单 张数太多 所以呢 警政署想了一个方法 以前譬如说600到1200 以前都是开600对不对 他就可以开900 600到1200我开900 你不能告我啊 那我也不要开到1200 开到1200你一定反弹嘛 对不对 我给你开个900 那我啊 我这个开两张 就等于600的开三张嘛 18001800嘛 这个开两张 等于这个开三张嘛 我就把罚单的数目往下压 然后这个数字是 应付媒体跟立委说 你看我们以前的 以前台湾一年啊 一年要开2000多万张的罚单 一年啊 我们才2300万人 平均一个人要收一张 那多离谱 他就要把那个张数 压到16001700万张以下 可是呢 就像我讲 他用这种方法偷渡啊 所以那个罚单的金额 有没有变少 其实是没有 是张数变少 这很贼的 是 这个我解释一下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今年是警政的总召集人 其实今年新北市交通违规的预算 是19亿税入 19亿啊 是这样子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警察的 利益不是要去开法 而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不守交通规则 而造成很多伤亡事件 我们现在道安啊 A1 A1就是死亡的扯祸 大幅的降低 A2就是有受伤的 也大幅的降低 就包括在春安期间很多严谨 牺牲假期去取缔酒驾 所以我们在春安那段时间 A1的酒驾造势死亡率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发生 治安的事件 死亡事件是很 我们看得到现场去看 是很不 真的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现场 那你开单开严一点开凶一点 是不是真的有助于降低它的造势力 就是说过去大概一年的比例 大概你一年罚单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15亿到20亿嘛 那甚至于开到23亿 但是呢 也有7%没有办法执行率 我们是讲 各位刚刚主持人讲说 为什么要开 因为税入境编了19亿 你就要执行率 开到19亿 你就要开到大概18亿 19亿 执行率以后 那你没开到怎么办 那没有开到 当然是你明年的预算 想办法 就是说你税初的预算 比如说你要购买指挥棒 要购买雨衣 要购买这些监视器 这些我们就从税出里面去删减你的预算 但是我们希望说是 因为我们很多市民 我比较一下 新北市的市民到台北市 我们台北市的市民 比较遵守一些交通规则 到新北市 因为比较属于劝导型的 现在新北市的警察是这样子 重要的交通路口 你严重违规的他才去取地 在巷弄里面骑机车 稍微违规的很多警察是劝导 因为他不会发生什么车祸 但是他第一次劝导 第二次他就会开单了 还是以劝导为主 但是随便一开都很高 但是我刚刚说 惠文说先讲说 他600块到1200 所以他开900也不会 初次犯几乎都是最低犯 这是国村议员讲的 如果台北县的 新北市的朋友 找我 找我 全部你付嘛 我帮你申诉 改成600 新北市的晚告 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